呃呃 喉咙好像怪怪的啊 怎么办 会不会是病毒感染 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没关系 从小到大我喉咙痛都没有去看医生 我都会点这个 巴西宝瓶风胶 让我的喉咙痛 好得非常快 在介绍今天的影片之前呢 先请各位投资朋友看一下这一份Excel表 那这份Excel表是我最近一两周在研究的股票 比较有机会接近 我频道里面提到所谓的好球带里面 那如果各位投资朋友对这份Excel表里面的股票 特定哪一支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留言给我 那我会在针对那一支股票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分析 这是倒数第二页 这边是最后一页 今天想要跟各位投资朋友 介绍的是这一支 3324的双红 那这支股票 我注意到它已经有 好多年的时间了 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对这一支股票也 不太陌生 不陌生的原因 因为它在2019年的这一段 涨得非常多啊 那为什么这一支股票会吸引到我的目光呢 因为我有在我的频道一直提到说我最喜欢的股票 的月K线图形的走势呢 是这一种 上上 下下的 它的上下起伏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我要上下起伏大一点 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做波段报酬率啊 第2个我会关心的点是在于 它的这个上下走势啊 是不是会跟这个KD指标呈现一个 非常类似 非常正相关的走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在 9月份的时候 K指标 16向下 那2018年10月份的时候K指标 21向上 好 K指标出现第1根向上那他这里 没有突破这一个 绿色的5均线的话呢 那我们假设 这段时间 组底没有完成 那如果挑在这一个 KD指标往上 然后股价又突破5均线 挑战蓝色的20均线 的时候进场 76 9块进场 我们算他77块好 77块进场 然后呢 挑在 出场的时间点 在我的进场出场 全攻略里面出场的时间点会挑在 股价的KD指标到了80以上过热 80以上代表他过热他顿化了 以后呢 出现第1根向下 那就是这一个 2019年11月29号 第1根向下 出场的话呢 202块出场 那就是 202 减掉 刚刚提到的77 得到的投资报酬率 162% 18年年底进场 19年年底出场 这一年股价涨了 160多% 这个真的是算是非常非常 意外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话 说回来还是等 他的股价 掉到KD指标20以下 有足底 有拉回 再进场 那你可以等到股价来到 KD指标 80以上 过热以后出现第1根向下 的时候出场 那像这边的KD指标 像这边KD指标来到44向下 那还没有到20以下 没有非常的漂亮 可是他股价有往上拉 那这边呢 也是一样 这3个月的KD指标 37 向下 38向上 38向下 所以 现在他吸引到我的目光是 这3个月的股价 看起来正在足底 那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的KD指标不够低呀 没有低到20以下 如果这边的股价再低一点 到这个 绿色的60均线的上面 那KD指标到20以下呢 这样子 让我 进场的信心 就会比较足够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3324双红 这间公司的公司体质好不好 那本益比才12.69 距离 我们的标准 20 以内 非常的少啊 那股价禁止比3.48 稍微的高了一点 那你们看他的盈余分配率哦 最近这五年发的 盈余分配率 40% 50% 40% 大约是50%而已 代表说 他赚的钱 并没有 发很多给股东 发大概一半啊 那另外一半赚的钱呢 放在他企业自己的口袋里面 以便 未来 公司啊 或是本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可以去 他们可以去投资应变 股利的殖利率呢 2017年发4% 2% 不到1% 那最近这两年赚的比较多 可是他也才发 2%多 所以 双红这间公司 他并不是一个好的 存股的投资标的 持有他的时间 不要太久 然后购买他的股价呢 购买他的股价呢 千万不要在高点买他 不要在过热的时候买他 因为 他不会很大方的发鼓励给你 最好就是在低点的时候进场 那我们看一下双红他的EPS 他年度的EPS 2016年有一个暴涨 那这边是他的股价线并没有跟这个暴涨 走得非常近啊 这样看起来他当年度的本益比有到 8到9倍左右 17年18年跟前面的几年差不多 那2019年的时候又一个暴涨起来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股价同时的涨了起来 那当年度的 年度EPS 11块 股价来到118 那本益比大约是 10倍多 那2020年 比2019年多了一点点 股价有往上一点点 那这边的本益比也开始增加了 这样看起来应该有 18倍左右 那接下来当然要关心的是 2021年他的 季度跟年度的EPS会怎么走 那目前2021年他第1季的结果有出来 3.39 比去年和前年的第1季的EPS 来的还要高 所以OK 第1季的EPS他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接下来关心就是他第2季的EPS会怎么开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双红他每个月的营收 第1季 2021年123月 那他的营收比起前期比较多了50% OK 这是我们刚刚看第1季的结果 可是第2季的 4月5月6月 - 大约1% 多2% -3% 全部加起来除以3 初估 他的第2季的营收会比 去年的第2季的营收少约 1%左右 那这边的前期趴数比较啊 由于这3个月 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时间增加了 分母增加了 去稀释他的 累计营业收入 增加的部分 所以OK 我们现在知道他第2季的这3个月 营收并没有特别的增加 而且还稍微减少了 那是不是代表说 目前为止的5月6月7月呢 这个主底 主底可不可以主底成功 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了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双红他的本益笔的河流图 2019年的第 第49周 也就是12月以前呢 1月是稳定增加 那 2019年年底到现在 他的这个 本益笔的倍数线 还是在增加的趋势 给我们看到这边2019年 年底 他每一季的EPS是稳定增加的状态 他们的表现是一样的 那过去呢 他的股价曾经有来到这个黄色的 本益笔20倍 那当时的股价是在 258 那现在的股价是183 那在这个在这个蓝色的本益笔14倍 紫色的11倍之间 相对于过去的股价是在比较低一点 那未来呢 如果他的 营收跟EPS可以稳定增加的话 相信他会回到这个 本益笔绿色的17倍和黄色的20倍之间 那也就是 260块跟300块之间 那我抓260好了 现在的股价183 目标价格260 260 减183 得到的投资报酬率就是 42% 这个数字也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在 一年或是两年之内可以赚到42%呢 我个人是比较容易满足的一个人 所以这样的投资结果 我是还蛮可以接受的 然后接下来看 双红他的日K线图形 1月的时候有稍微的突破 这个 紫色的120均线 可是你们可以发现 2月3月4月都没有突破120均线 那4月份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稳定喔 稳定什么 稳定走在5均线的下面 到了5月 中的时候这边 突破5均线以后 开始稳定往上走 那5月底 突破了 蓝色的月线 可是呢 6月的时候 看起来这两根 一个 涨停板啊 那一个涨了5% 看起来要突破这个120均线的 局势非常的明显 那我相信这两天应该也蛮多人 有上车的 可是这一根 又被压了下来 那自从这一天被压了下来以后呢 他走在5均线下面 然后 在7月中的时候跌破了月线 目前在月线下面 那如果股价在月线的下面呢 我就会不建议你进场 那双红这一支要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在月线下面 他会跌 多深 第1个挑战就是60均线啊 那60均线这个 我是觉得蛮容易破的啦 应该会跌的比这个60均线还低 那跌破以后呢 第2个挑战就是135块这个 那135块这个下来压线呢 说实在话我的判断是 他跌破的chance是一半一半啊 我个人的私心会希望他跌破 为什么 第1个他现在的KD指标 比较高一点 那他跌破这个 第1点135块呢 那他的KD指标会拉低一点以后 股价也比较低 那低到这个60均线的上面呢 股价低我最喜欢干嘛 我最喜欢减便宜啦 那可是如果他往后的 7、8、9月啊 他每个月的营收 又开始向前面 1、2、3月稳定的增加的话呢 我相信投资大众啊 法人主力啊 是不会让他跌破135块的这个 低点 那假设他没有跌破135的低点 他往上一个move 往上突破 蓝色的 月线20均线 像这样子的话呢 出现这个红根 有突破 的话 各位投资朋友 那就是我们进场的时间点啦 那记得 不要进场太多 我个人看好双红是一只上上下下 起伏比较大的股票啊 那他 涨破月线 我会进 那跌破月线 那看情况要不要停损 那没有停损的情况呢 他在涨回月线的时候 我又会在 进场 去布局做他 保瓶风胶来自于全球品质最佳的巴西 运用超灵界萃取法萃取风胶块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酒精萃取 他可完全溶解于水 内黄铜浓度高达每毫升30毫克 味道分香带有天然植物芬芳 第一在纸上呈现黄中带绿色 五酒精萃取的缺点 原价3980 一次买三瓶 只要9600元哦 如果喜欢我今天介绍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以及分享给你周遭有在投资的朋友 您的订阅以及分享 是我持续创作影片 分享我投资经验的原动力 还有不要忘记追踪班杰明的 投资笔记脸书粉丝专页 谢谢各位 各位